成为基督徒后会怎样? 在你得救时,当你真心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主和救主时,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变化? 答案是,从你成为基督徒那一天起,会有很多事情发生 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是灵性的,你的身体感觉并不能立即显现出来 因此,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时,即使你不觉得自己像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你不是基督徒 基督徒不是根据情感或感觉而生活的,而是通过对上帝的信心和他的话语而生活的 西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说,只是一人必应信的生 以福所书二章八节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这里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是通过对基督的信心而得到的恩典 他不是凭着感觉,情感或任何形式的个人努力,而是仅通过对基督的信心或信靠 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会发生以下的事情 一,你是上帝的孩子 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就成为上帝家庭的一部分 你正是成为上帝的孩子 通过耶稣基督,你永远是神国度里的家庭成员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至十三节 圣灵亲自以我们的精神做见证,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 二,圣灵住在你里面 一旦你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就会住在你里面,你被圣灵封印了 上帝不仅与你同在,而且他在你里面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 是他的荣耀的这称赞 以福所书一章十三至十四节 三,你在基督里重生成为新造的人 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会重生并在灵里更新 你重生不是由于你个人的努力,而是由于圣灵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而重生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六节 四,你的罪孽得到了原谅和被遗忘 耶稣已在十字架上偿还了你的罪过 当人类的罪恶转移到基督身上 当我们接受耶稣时,基督的义便被归咎于基督徒 基督徒不再受到谴责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歌罗西书二章十四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罗马书八章一节 五,你将拥有永恒的生命 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你就开始了永恒的生命 你将永远与上帝同在 基督徒通过基督而获得永生 但非基督徒则没有永生 而必须面对第二次的死亡 这是永恒的惩罚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的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 六,你的救恩在基督里是安全的 当你成为了基督徒,你将不会失去救恩 一旦得救,你永远得救 上帝不会撤销你的救赎 基督的宝血已经为信徒的所有罪孽 付出了全部代价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七,你们得到了各样属灵的祝福 这里不是在说物质上的祝福 而是在说基督徒可以获得属灵上的祝福 神完全地满足了你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以福所书一章三节 八,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成为基督徒会立即使你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你是教会的一部分 来自不同地方与文化背景的真正基督徒集合一起 组成了教会 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 圣经中提到 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徒后 发生的事情有五十多种 以上提到了八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